继台北市副市长周立芳请辞 要返回政治大学教书后 台北市文化局长倪崇华 昨天也在脸书上表示 已经向市长柯文哲请辞 去年2月16号上任的台北市副市长周立芳 12号以生涯规划为由 向市长柯文哲请辞获准 周立芳昨天参加市府成会 面对媒体周立芳强调 请辞和议员评鉴市府首长满意度 倒数第三名的事没有关系 是基于学术生涯考量决定回政大教书 周立芳的请辞案将在2月1号生效 任期不到一年 市府强调 科市长尊重州副市长的决定 而接任人选暂时没有进一步的规划 那在这个城市外交这个领域 也协助市府有做了很具体的这个成果 所以也想要感谢这一年 周副市长协助科市长的这些业务 那也尊重他的这个人生规划 那所以周副市长应该会在2月1号 这个请辞会增大服务 台北市小内阁不止周立芳请辞 文化局长尼崇华昨天也透过脸书po文 已经向市长柯文哲请辞 他表示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将回到体制外继续努力 而市长柯文哲也准持 记者综合报道